掌聲歡迎今天的主角 艾瓦 蕭雅軒 哈囉 大家好 好久好久不見 其實現在就是 我今年 就開刀嘛 我的髖關節兩邊 然後自己其實 這一次就是髖關節開刀 讓我變成要重新開始學走路 那 主要其實是去年 在集訓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自己左腿有問題 所以就 突然間右腿突然啪一下 我以為只是韌帶 還是肌肉還是什麼 是去年嗎 對去年 金曲獎之前 六月的時候 然後 覺得應該沒事 因為我肩膀之前也受傷 撞傷在工作的時候 所以我就吃了那個止痛藥 所以應該就沒事 然後等了兩天覺得好像還好 然後我就開始繼續 結果一做那個動作 就非常的痛 然後非常痛我就想說 好 就是再休息一下下 我去巴黎拍了雜誌封面 參加了時裝秀以後 然後下了飛機兩隻腳 感覺像廢掉 才決定就去醫院 然後照了X光以後 還有核磁共振 發現我右腿的髖關節是骨折 然後我左邊其實已經磨損得很嚴重 這樣子 那因為我本來從以前 不是歌手的時候 我學跳舞啊 或是田徑啊 跑步啊 我以前都很喜歡做這些 小時候也是校隊 所以就 那我們就是 因為我經常都很喜歡做 那時候 我都很喜歡 pes website 然後我看 那時候 就慢慢造成我的骨頭上面的一些損傷 其實本身左邊的骨頭是長得比較不好 然後所以我一直都在用右邊撐 就是我這輩子一直在用右腿 就在那時候撐不住了 它就整個很大的這種超大比例的斷裂 所以現在我是就是 就像變形金剛 因為我右邊有四個鋼錠 太合金座 然後左邊線就是灌那種人工骨漿這樣子 我自己其實 你自己 當然有時候會去滑 我不是那種從頭滑到尾像那種很上銀那種 因為我身邊有朋友是這樣 不管是不是藝人 我就說很無聊 刷到最下面幹嘛 然後但是我如果看到一些 當然有一些話很重很重的 我心裡面當然是先三字經 然後就稍微就想說 要不要回它一下 然後考慮了很久 打上去了以後還沒按傳輸 所以我想算了 我就把它刪掉這樣子 就沒有傳出去這樣 就跟家人啊 好朋友抱怨一下 然後稍微就是不爽的去說一下這樣子 有時候會很想糾正他們 我就覺得說 對這個東西 其實我是在今天我一直說 我一定要強調這件事情 希望大家都應該可以表達自己的聲音 可以去講自己的意見跟想法 可是絕對不能去造謠 絕對不能去刻意 去做人身攻擊傷害 我覺得這些東西應該是大家要去尊重的 尊重彼此的生命 但是呢 你克制住自己 沒有把你反駁的話發出去 也是對的 因為你如果再發出去 不就變成兩個人吵架了嗎 對啊 所以我就是立刻提告 那是香港人吵架了嗎 哈哈哈